为什么总有人很会安慰人,大概是常常需要自己安慰自己,试得多了,才知道别人需要怎样的关怀,那从来都不会安慰人的人了,不是没经历过伤心,而是都没学会应该怎么安慰自己,总是一步小心,就让好心走了呀,有四种安慰人的雷区,一个更比一个让人抓心脑干。 一,我有一次更惨,大家都是这样的,聊天最让人受不了的,就是刚把自己的经历说完期待得到反应,结果打开了对方的话匣子,更别说是寻求安慰的时候,你那不算什么,你都不知道,我有一次,这很正常啊,大家都会这样,比如我有一次就是,让诉苦人最尴尬的,莫过于对方一定要讲一个更惨的故事, 把话题中心转移到自己身上,一个人在寻求安慰的时候,其实觉得自己是特殊的,受到伤害的那个,说大家都有同感,会让一个人更在不知所措,前台词是,你不该这么矫情。 法国中式记者学家彼得埃博拉尔这样解释彼惨,我这样作为的是让你通过比较你我的痛苦而发现,你的痛苦算不得会是,之多不过小时装,从而使你更容易承受你痛苦的压力。 但实际上,当朋友说出类似的经历安慰时,当下的一瞬间或许,会有同病相连的共感,以为得到了理解,或一会儿会发现,他只是看到了这件事,这解在你眼中的大事,在他看来却是不值一提的一件小事。 你现在的难过,只不过是在庸人自扰,遗产对于安慰,更多的是剥夺对方宣写的权利和欲望。 在夫妻生活中,妻子抱怨每天在家照顾孩子,你知道我有多累吗? 丈夫给出的错误回应,就是你以为我在外面上班就轻松了,我一直加班加电都干,每天累死累活的。 妻子向丈夫抱怨,希望得到的是是丈夫的认可和安慰,但丈夫上来就说自己更累,跟妻子比惨。 这样说的前台词,会让别人,有一种被批评指责的感觉,这样很容易激起双方的逆反心理,引起不必要的矛盾,美名其乐安慰,实则是变相的谴责。 不只是在安慰别人的情况下,哪怕是日常聊天,别人说了什么事情,立刻就说自己身上的事,也很不礼貌。 哪怕是真的有共情,也要学会等待,安慰别人的时候,你不是主角,倾诉的那个人才是。 二,我之前不就跟你说过,你应该,人在寻求安慰的那一瞬间,并不是想来解决问题,你应该这样,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的问题? 被安慰的人此刻最不想听到的,就是大道理,要帮助对方情绪发泄出来,而不是关注事实本身。 《红楼梦》终有一经典情节,秦文因不小心摔坏宝玉扇子与宝玉发生争执,其人却说不犯着担着二爷吵,要是老二爷,也不该这么吵得万人之道。 结果秦文情绪更加激动,后来宝玉不仅不怪秦文,还找来一堆扇子,让他撕着完,秦文把扇子都撕完了,火气也都发泄出去了,这时候才能听得尽规劝。 道理都懂,重要的是顺其自然,得帮助对方把负面情绪发泄出来,自以为是的安慰,反而会起到反作用。 考试成绩不理想的孩子,被家长劈头盖脸一顿痛骂,我让你认真写作业,稍打游戏,你偏不听,这就是不听话的结果。 三孩子遭受挫折之后只知泽满不知引导,会让孩子自然的选择疏远,欲识隐忍不言,说较着,外乎世事不关己,高高挂起,更有甚者,则是半夜马后炮的讨厌角色。 我早就知道会这样的,早知如此,你就应该听我的,不仅起不到任何扭转事态的作用,反而会火上浇油,引起听者的强烈不满。 这种行为不仅出现在安慰人的对话中,生活的种种事件中,也总有人当这事后诸葛,骂后炮的行为本质上可以归难为三种心理诉求,贬低他人,抬高自己,和控制欲膨胀。 大多数情况下,复苦者,已经知道本应该怎么做,这时候再以教人做人的姿态出现,无意于是在伤口上撒盐,让复苦者的追悔加深。 三,别想了,过一会就好了,沟通是一门学问,而输入信息的启动环节,就是轻轻,当对方把所有问题都说完的时候,他就已经做了一次全方位的倾诉, 情绪得到了极大的发泄,让人把话说完,很重要,常常需要忌讳的就是,别想了,过一会就好了,逼得人欲言又止,即便是出于安慰,希望对方不要再想伤心事,也不该这样阻断对方发泄的欲望。 别人在寻求安慰时,即使我们觉得事情没什么大不了,但在当下,他的情绪依然会继续困扰着他。 多拉A梦对大雄说,你有心事我就亮领悟,你有委屈跟我听你倾诉,我愿意成为一直都被你出气的小人物。 这是多拉A梦能给予大雄的安全感,有问题时都在,难过时就认真的听。 在专业的心理咨询过程中,咨询师也都必须具备倾听能力,求助者初次来访时时到询问,表达关系。 更重要的是注意倾听求助者的诉求,当有人需要安慰时,慢慢性责,先不要想怎么说,而是听对方说完问题,可以让对方好过一点。 很多事情,只要说出来,伤口就已经好了一半,找者定位,缩小自己,不要急着转移情绪,多用一些问句,引导对方倾诉,试着引导他们放下焦虑。 事实上,安慰很少能真正解决问题,但人有时候内骨劲上来,就是为了发泄情绪,自真心放的时候,那一句6666666,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可触碰的地方,他们之所以找朋友倾诉,只是希望那一瞬间自己的负面情绪能被接纳和理解。 有些难过,不适合开玩笑,也不适合一笑而过,我今天又背锅,被老板冤枉,怎么每次都是我? 6666666,我妈又来吹婚,让我去相亲,我恨不得当一辈子圣女图个清静。 优秀,被无解的负面情绪包围时,对方一句6666,在脑瞬间被赠,有些糗事,只能自嘲,不可评论,有气无力的自嘲,已经是一个人失望到极致的边缘状态。 对方一句你可真厉害,瞬间击垮心理状态,流于表面的理解,甚至是有些幸灾乐祸的安慰,只是自以为是的善良,虽然是一种关心,但未免太过残忍。 同样是一件事,不同的安慰方式,不同的情绪感受,比对于小孩子,他在委屈时表达不满,家长用开玩笑的语气说,你倒还挺硬气,想要缓解氛围, 反而会让孩子更加难过。 Bubber F.Mills在书中给出了不一样的方法,一个两岁左右的男孩,突然在走廊里大发脾气,他一下子趴到地下,又哭又闹,两脚乱踢,两手乱抓。 男孩的妈妈一句话没说,放下手里的东西,与儿子一起趴在地上,他的头和儿子的头挨在一起,鼻子也碰到了一起, 旁若无人,在母亲的无声安慰下,孩子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,苦闹声也慢慢变小,孩子看母亲,母亲就看孩子,孩子坐起来,母亲也坐起来,孩子站起来,母亲也站起来。 最后母亲向孩子伸出手来,两人一起离开了长长的走廊,这时孩子的情绪已经变得非常稳定。 最好的共情,是让他在世纪中感受到,你看,我真的懂你,用玩笑变开严肃的调侃,是对一个人自尊的第二次挑战。 表达安慰,但不要求人痛处,如果不能解决问题,也不要创造新的伤吧。 无安慰也有科学方法,想清楚三个问题再说,安慰不是一个人应该做的,而是一种费赠。 一个懂得如何安慰别人的人,必然是能够走进对方的心里,体会另一种不同的情绪产生方式。 护理学家Teresa Weissman,在关于同理心的研究中认为,同理心是与人一起感受,具有同理心的人,具有接受他人观点的能力,并且能够控制自己。 不对他人的事在以评论,不同于促使人心失去连结的同情,同理心在安慰别人的场景中至关重要,因为在同理心的基础上,还得灵活运用谈话技巧。 其一,先判断自己是否有过类似经历,想象自己在相同的境况下,会如何应对。 换位思考,理解需求,但为了避免是德其法,应当告知对方,自己会如何选择,而并非直接以建议的形式提出。 比如,如果是我的话,我也许会。 其二,对于劝解的措辞,一定要点盛斟酌,视乎聊天的形式和菜体,小心调整用语。 言语交际实际上是借助语言手段来进行的认真活动。 沟通的双方能对对方认知的背景环境给予理解,交际才能成功。 这也是为什么在电话里沟通,总会造成新一轮战争的原因。 隔着屏幕开解别人,要格外注意对方容易误解的字眼,以免造成误会。 并且根据对方的反馈,即是判断对方是否完全理解。 研究表明,人际交往时,约有65%是运用非语言交流技巧进行的,而语言沟通技巧只占了35%。 尽量面谈,如果不行,说话前千万烦思,确认他不会像666的效果一样背叛你。 七番,搞清楚自己的判断思路,是否已经被逮捕,如果对方渴望灭解,这其实是一种很危险的境地。 比如说,一对男女朋友吵架后冷静下来,深夜谈心,女孩问,如果我们分手了,你接下来打算怎么生活? 男孩安慰说,我不会打扰你的生活,不会再让你伤心。 感激提令,到game over,正确答案是,我们怎么会分手呢? 如果情绪已经被逮捕,还是不回答问题为妙,对情绪裹挟的人向你求助,多半是因为自己还不知如何承担其问题可能产生的后果。 他人的意见做参考,一旦产生麻烦,给出建议的人,就会成为分担责任的那个,一定要给建议,先站在第三方的立场考量。 如果在情绪适当,道理能接受的范围内,你会如何选择? 不能依偎顺着对方的思路走,尽量为对方考虑多种现实因素,可理分析,出谋划策。 谁还没有脆弱的时候呢?理解了情绪和语言背后的楼基于陷阱,人人都能是善解人意的那一个,但敢走伤心的理解,需要两人共同达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